阿富汗塔利班當局星期二說 有80名阿富汗國民 在本星期意大利 濫捕沿海的失事船隻當中死亡 包括婦女和兒童 一手座有幾百名移民的木船 星期日在卡拉布利亞東海岸的 海濱度假升地斯特卡托迪夫特羅附近 波濤洶湧的海面是沉沒 救援人員到現在證實至少64人死亡 80人獲救 搜救負責官員擔心死亡數字可能還會升高 特利班外交部份人在聲明中說 他們非常悲傷感得知 搭乘一艘木船 從土耳其前往意大利的80名阿富汗難民 在意大利南部海域染死 包括婦女和兒童 而巴基斯坦也在星期二證實 兩名巴基斯坦國民死亡17人生還 生還者估計有大約150至200人 幾天前從土耳其登上這艘船 很多人是來自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一名土耳其男子和兩名巴基斯坦男子 據報因為涉嫌人口走私指控 被意大利當局逮捕 大量木船的碎片 星期一開始衝上 斯特卡托迪庫特羅附近的海灘 包括木頭、油罐、食品容器和兒童的玩具 有10萬5千名移民 2022年從海上抵達意大利 大部分是來自非洲、中東和南亞 意大利要求其他歐盟國家接納一些難民 很多難民都不想留在意大利 而主要是想去歐洲其他地區 找公或與家人團聚 好,期待